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更是被这一幕感动得热泪盈眶 不得不说 这漫天的玫瑰花语 真的是很有心了 就在大家都沉醉于这场 代表浪漫与承诺的玫瑰花语时 思义突然开口打断了大家的思绪 下面 李承 我们的两位新郎 可以彼此亲吻自己的爱人了 等的就是这一刻 还不等魏无羡反应过来 蓝望鸡已经上前一步 一手搂住魏无羡的腰 一手抚在魏无羡的后脑勺 低头吻了上去 人群中江城大喊了一声 劲爆 紧接着便是他们一群兄弟 早就想好了的台词 大家一起齐齐大喊 兄弟 一定要幸福一辈子 才对得起你们曾经吃过的苦 受掉的伤 这句话本来没什么的 可在曾经身处漩涡和黑暗的两人听来 却都深受感触 思绪良多 蓝望鸡一吻结束 纤细手指轻轻抚过魏无羡湿润的唇角 温柔道 我们一定会一直幸福下去的 嗯 魏无羡眼年轻鲜 眼神坚定道 我们会一直幸福下去的 婚礼结束后 一切后续的安排给了秘书陈树 陈树聪明地取消了大家要闹洞房这一环节 深得魏无羡的心 说回国后就要给这小子生枝加薪 新房没有安置在他原来住过的蓝家别墅 因为害怕他回到曾经让他压抑过的环境中 会让他想起不好的事情 或是心理防线再次受到创伤 蓝西辰特地重新给他买了一处庄园 庄园不大 但是里面设施齐全 环境优深 面积也足够他们使用 到了家 蓝王鸡把魏无羡抵在墙上 亲吻了好一会儿 才气喘续续地放开 眼神充满了压抑和隐忍 魏英 蓝王鸡额头抵着魏无羡的额头 喘息声轻缓却透着暧昧 我先去房间 你十分钟后再进来 我先去房间等你好不好 魏无羡以同样的偶频率喘息 又想给我什么惊喜吗 你等会儿就知道了 蓝王鸡亲吻魏无羡的嘴唇 包你满意 好 听蓝王鸡这么说 魏无羡突然特别好奇 蓝王鸡给他的惊喜会是什么 含住蓝王鸡的嘴唇重重 瞬心了一口才将人放开 催促道快去我已经迫不及待了 等我 说着蓝王鸡又亲了亲魏无羡的眼睛 才转身进了房间 然后关上了房间的门 会是什么惊喜呢 看着蓝王鸡消失在房门的背影 魏无羡眼睛轻闪 抬手 用手背擦了擦嘴唇上湿漉漉的唾液 对那道门里面的惊喜是更加好奇了 十分钟后 他怀着兴奋和激动的心情 敲响了房门 从里面传来一个温柔的声音 魏英 你进来吧 门没锁 魏无羡推门而入 突然顿住了脚步 只见床上坐着个身穿洁白婚纱 头盖白纱的人 透过那层半透明的头纱 能隐约看见蓝王鸡清冷俊美的脸庞 可 可刚才那个身穿西装的蓝王鸡又去哪里了呢 你是我的那个蓝湛 魏无羡一脸的不可知信 我是 这时候的蓝王鸡已经调整好了呼吸 他说 魏英 你还记得你小时候对婚姻的梦想吗 魏无羡莫名其妙 啊 蓝王鸡道 你曾跟我说过 你小时候对婚姻的幻想就是 娶一个貌美腹白 腰细腿长的女子为妻子 你会抱她 抚摸她 亲吻她 说到这里的时候 蓝王鸡顿了顿 伸出舌头舔了舔有些干涸的嘴唇 我除了不是女子 其他所有的一切都符合你的要求和幻想 魏英 你来抱我 来抚摸我 亲吻我吧 魏无羡愣了好几秒 突然扑之一声笑了 他想起来了 他是曾经跟蓝王鸡说过 他小时候对婚姻的幻想 可那是小时候啊 却没想到 蓝王鸡为了还他小时候一个微不足道的幻想 竟然做到如此 要说魏无羡不敢动 那一定是假的